从2017年荣获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最佳产品奖 到2018年夺下了赌城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大展年度最佳创新奖 工研院的随手型智慧蔬果农药检测器 虽然外观只有一颗额蛋一般的大小 但时候却内涵云端大智慧 一起来看东森新闻来自赌城拉斯维加斯的特别报道 进驻赌城消费电子大展第一届人工智能专区 工研院展现随手型智慧蔬果农药检测器的强大功能 只见两盆水眼看清澈无污染 但一放入检测器却马上亮红灯 原来是侦测到既看不到又闻不出的农药残留物 红色的话是告诉消费者说农药的残留量已经过多了 你清洗就更勤奋一点 那黄色的话代表说它清洗已经快接近到安全可使用范围了 那绿色的话当然就代表说基本上应该清洗已经进入一个安全范围了 不只能感知到农药光谱讯号 并且透过智能科技灯号让农药残留看得到 更棒的是新科技运用晶片大幅度改善过去实验室里 笨重又复杂的化学检测仪 让未来家家户户都能轻松拥有 正常的程序可能是植谱之类的仪器的话 那可能都是几十万以上的价格 那检测过程又是非常的繁杂 但是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讲的话 他可能只是需要说 我这个蔬果拿去洗的时候 有没有洗干净 使用安心又节能外 系数产品能获得年度最佳创新奖 靠得更是强大的云端资料库与人工智慧 未来能辨识出世界各地的农药污染 使用者去更新资料库之后 然后就是可以进一步的去分析更多种农药 一手提息台湾产业聚焦人工智慧 另一边更引领全球家庭迈入智慧生活 台湾工研院不只闪耀堵城消费电子大展 未来更要帮助全球民众打造无污染环境 东西文威宽用 是在拉斯维加斯的采访报道